您好,欢迎来到西方史纲50讲。 所以啊,很明显,基督教无论是从立教的过程,还是基本的心理机制来看,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弱者的宗教。但是你也知道,罗马是很强大的,武功盖世是典型的强者。那在经历了长期的打压之后,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开始向基督教示好。在他之后呢,另外一位皇帝,迪奥多西,彻底就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。问题来了,强者罗马为什么要把弱者的宗教变成自己的国教? 君士坦丁到底是怎么想的?这一讲呢,我就带你去看看,强势政治,如何处理宗教?不只是西方,只要是强势政治出现,宗教就是个问题,这种打法就会出现。首先,来看看基督教变成罗马国教的时间点。君士坦丁啊,在公元307年登基,在公元313年,颁布了米兰斥令,宣布基督教不再是邪教,而且宣布皈依基督教。 这里耶稣和保罗啊,创立基督教已经过去将近三百年了,那罗马帝国早干嘛去了?答案很简单,根据基督教自己的说法,这三百年啊,他们受尽了罗马帝国的迫害。 这三百年,帝国都不待见基督教,是把他当作邪教来打击的。有那么严重吗?我就带你看看,基督教被迫害,有没有变成妄想症?有这么几个铁证啊,确实说明,基督教受到了罗马帝国的严厉打击。 第一,耶稣和保罗都死在了帝国手上。第二,彼得是耶稣重要的使徒,他是第一任教皇,也死在了帝国手上。不仅如此啊,开始的十几二十任教皇,要么被处死,要么被流放,没一个好下去。 第三,帝国啊,把虔诚的基督徒扔到禁忌场里和狮子老虎搏斗,给罗马人取乐了。这种事情,在圣史上,记载了很多。被帝国拘捕的时候,只要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,就能够活命。但是啊,宁死不屈的基督徒啊,在圣史里边,也记载了很多很多。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个问题,帝国为什么要迫害基督教?首先呢,基督徒因为信仰上帝,是独一真神,而拒绝信仰罗马的官方宗教。 罗马的官方宗教呢,不仅要罗马人信朱比特、朱罗马马尔斯这些许许多多的神,而且啊,皇帝们死后也是神,这很多很多神啊,数都数不清,和基督教基本的一神教信仰是完全冲突的。 回想一下,罗马是把宗教啊,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的。基督徒不信罗马的官方宗教,就是不接受罗马的政治正确,就是典型的拒不服从。 帝国迫害基督教的第二个原因,是因为基督徒拒绝为罗马帝国当兵纳税。 我不信你这个国,我当然就不会为你效忠,自然也就不给你当兵,不给你纳税。 对于罗马帝国啊,这种不服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 那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,还是出于财税兵制,强势政权打击初世宗教就是必须的。 罗马如此,中国古代的大唐也是如此。 五宗时期的灭佛行动啊,规模浩大,简直是十庙九废,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啊,其实还远远改不上五宗灭佛。 不错,好多基督教的大人物啊,都死在罗马帝国手上,很多普通的教徒呢,也英勇牺牲了。 但是啊,总体上来讲,基督教故意渲染了迫害,离真实的状况其实差得很远。 我们必须把基督教圣史,渲染迫害,强化信仰的这套说法呢,和真实的历史状况分开讲。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,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去表彰那些烈士,坚真不屈啊。 从帝国的角度讲,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去管制那些破坏帝国统治的邪教。 他们各有各的立场,都听一听,看一看,和迫害行动的频率、强度、对象这些历史数据联系起来,你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作为文明的观察者,我不赞成把基督教圣史看成被迫害妄想镇,当然也就不赞成把帝国看成暴虐无助。 但同时,我想带你去理解,从基督教被迫害的这种虔诚当中,他们获取了什么力量。 想去理解帝国为什么会主动转身,去利用曾经打击的这样一个对象。 这个时候,你就有必要回想一下我跟你讲过的百年的罗马内战。 帝国因为内战,辉煌不在,人民生活很困苦,越是世道不好,基督教这种弱者的宗教就越有市场。 客观上,帝国的内战,为基督教的传播,创造了最好的条件。 戴克里仙迫害基督教,是因为他以强者的姿态,全面地改造帝国,结束帝国的危机。 改革压力巨大,自然就对不服从者痛下杀手。 那么到了戴克里仙的下一任,军师坦丁这里,为什么就转过弯来的呢? 其实啊,军师坦丁跟戴克里仙骨子里是一样的,他们的重点是帝国的兴盛,如果利用基督教对帝国有帮助,那为什么不用呢? 据说啊,军师坦丁的老妈信了基督教,整天跟他讲基督教的道理,他终于痛感前悔,皈依上帝了。 这个基督教圣史里边讲出来的故事啊,显然是不可信的。 从军师坦丁一辈子作为来看,他对基督教就是利用,没有什么虔诚,拿教徒的标准来看,他绝对不合格。 不过拿皇帝的标准来看,他确实是雄才大略,军师坦丁改变了帝国对基督教的基本政策,我分三点来给你剖析。 第一,应该怎么看军师坦丁的老妈信教,又劝自己儿子信教这个事呢? 其实啊,不必对基督教圣史里边讲的故事嗤之以鼻,背后啊,其实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。 我是这样看的,即便不是太后,皇帝身边啊,也有重要的人跟他讲基督教的事情,说明帝国上层啊。 有人重视这个问题,因此这个故事反映的是,帝国上层对基督教政策转变的幕后有一个酝酿的过程。 第二,军师坦丁利用弱者的宗教表明啊,很大程度上他承认了百年内战,让帝国变得很虚弱了,新状况就必须采取新政策,这是识实物的表现。 相比而言呢,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,说明他还不愿意承认帝国已经虚弱了这个事实。 我带你看看,军师坦丁是怎么识实物的? 在意识形态上,他放弃了皇帝的神性和传统宗教紧密相连的做法,他选择了和基督教的上帝紧密的相连在一起,说自己是上帝的朋友和小伙伴。 第二,上帝是弱者的朋友和伙伴,军师坦丁向上帝靠拢啊,意味着放弃了罗马传统强者宗教的底色,他的目的是大面积的收割弱者的信任和服从。 在财政和军事上,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得到缓解,服从的心理基础啊,就会改变,收税和征兵的难度就会大大的下降,这有利于帝国硬实力的提高。 如果软硬实力都因为接纳基督教而得到了增长,那何乐而不为呢? 所以啊,他积极的推进帝国的基督教化,召集了尼西亚工会,也就是主教会议,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很多很多基督教的基本信条,军师坦丁的权威呢,也大涨,基督教投桃报李,给了他大帝的称号,The Great。 要知道,在西方,大帝可不是随便叫的,只有极少数皇帝才有这个称号,而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封的,他们都对基督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 第三,军师坦丁是在利用基督教,而不是真诚的皈依,他毕生都没有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去生活,而是依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 比如说,他一点也不谦卑,也抬不上什么忍让,杀伐决断,该出手的时候,绝不手软,有主教胆敢冒犯他的时候,照样流放。 他的生活,既奢侈,又故意制造神秘感,营造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。 要知道,奢侈和神秘最能让臣民觉得皇权是辉煌灿烂的,皇帝简直就跟天神一样。 总之,军师坦丁一身的活法表明,他是控制了基督教,而不是基督教控制了他。 说到这里,你就能理解基督教此时的尴尬了。 原来被帝国当作邪教来打击,现在合法了,被皇帝看上了,但是他是要利用你,利用的前提是控制。 顺着军师坦丁的宗教政策,基督教就会变成帝国统治的一种工具,那就是帝国的宗教局啊。 有主教被流放,说明基督教不仅不愿意,而且在反抗。 要知道,基督教就是从反抗当中诞生的,耶稣就是投号反抗者。 基督教从来就不缺乏对世俗政权的反抗精神和勇气。 不过呢,我在讲罗马的时候已经告诉过你了,如果帝国稳定地存续下去,胳膊肯定是拧不过大腿的。 基督教会一定会被收编,他的独立性只能停留在皇帝容许的范围之内。 在东边,后来的拜占庭和俄罗斯,东正教教会大概就是这样,而帝国在西部毁了,收编和控制基督教的这个庞然大物没了,教会不是胳膊了,他直接变成了大腿。 西方的特性就从这里深根发芽,和拜占庭俄罗斯就区别开了。 这个时候呢,就不用我再跟你讲,中世纪的教权和王权斗得有多精彩,你就已经可以做出判断了。 基督教在西方获得了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机会,毕竟头上没有强大的政权,他就可以独立而茁壮地成长了。 于是呢,中世纪是政教合一这种谬论啊,我们就先破除了一半。 也就是说,至少政权完全控制教权的这种政教合一啊,看来可能性是不大的。 那剩下的另一半疑问就是,教权有没有控制了政权,就像伊斯兰文明里边那样。 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专门帮你解决。 好,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。 君士坦定啊,把基督教合法化了,对基督教加以利用和控制。 他对基督教的控制和收编呢,是成功的。 不过呢,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使得基督教会啊,在西方获得了绝世良机。 来独立发展,西方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啊,也由此就变得不同了。 那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,当西罗马帝国大厦将请的时候,也就是世俗政权即将毁灭的时候, 基督教怎么看,怎么做? 正对基督教主导中世纪,有什么样的帮助? 下一讲呢,我就跟你聊聊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故事。 通过这个故事,来和你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问题。 期待你的到来,咱们下一讲再见。